接下來請這個小野老師上來跟我們聊一下 小野老師有在現場嗎 歡迎小野老師 大家好我是小野 今天我算是比較早來 因為我以前來大概都7點多 因為實在來不了 那今天來的比較早是因為在一個地方開會 開會開得很無聊的一個會 可是又是一個很重要的會 因為要換老闆 外面突然下著雨 5點鐘我忽然開始很緊張 想說完了完了 前面天氣這麼好 怎麼突然下起雨來呢 我就趕快找個機會溜出來 趕快坐計程車趕來這邊 那個時候才5點15分 5點15分 我們的志工已經在這邊把東西架起來了 我一看怎麼那麼多鎮報車啊 事情大條啊 怎麼那麼嚴重啊 這個政府怎麼這樣對付我們呢 鎮報車都開來 坦克都開來了 我更緊張了 不過想想也好 最好鬧事情 新聞會更大將 後來走進一問才發現 不是的 他是來保護我們的 他們是開來這邊保護我們的 因為知道今天晚上 有一個日本的專家學者要來 橘田洋衣要來 那橘田洋衣這個 這個學者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是在美國奇異公司 專門 橘地洋衣 對不起 我實在一緊張講錯 橘地洋衣 我剛才講什麼 橘田 對比橘地 地跟田差不多 橘地洋衣這個 橘地洋衣這個教授是我很崇拜的 他是曾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在美國奇異公司 大概是民國七十二年在美國奇異公司 專門做核能電廠裡面最重要的原子爐的設計師 所以他在奇異公司派到全世界去做核能電廠的原子爐 他一邊做一邊發現核能電廠的設備跟技術其實有問題 然後他做了七年之後實在做不下去了 其中包括就是這次福島 福島發生問題的核一廠這樣 所以這個橘地洋衣他在做了七年奇異公司的設計師以後 決定不再做 離開了這個核電廠 從此成為日本最重要的一個反核的一個大將 因為他有理論基礎 他也有實際操作這個原子爐怎麼製造的基礎 所以他在日本變成很重要的一個人 後來福島事件發生後他幾乎成為日本最重要的一個專家 因為他曾經就警告過說會出事情 大家都沒有把他當一回事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講核四會出事情 很多人都說不會啊你們亂講 他當然就一直講會出事情 沒有人要相信 結果又那麼大的一個災難 這麼大的悲慘的事情發生後 大家忽然重視這個局地洋衣這個工程師的話 他曾經也看到我們台灣在做核四的時候 他認為非常危險 因為他看到核四場裡面的一個狀況 一個核四的地址 他在西元2003年來過第一次 就覺得核四有問題 他講核四有問題的原因是 他覺得核四所蓋的地方是實在太危險 因為地下有很多火火山還有斷層還有各種 後來台電就請他進去參觀 希望他講點好話 他希望他講點好話希望他來參觀 因為他是一個真正核電專家 結果沒想到他去參觀完之後 就幫我們的核四打三分 滿分是100分他打三分 他說本來應該是零分的 這三分是因為他們歡迎我進去 並沒有排斥我 所以我給他加了三分是因為他們請我去 可是我真正看到情況是零分 這一講以後台電非常後悔請他來 那是2003年的事情 2006年他又來一次 還是一直警告台灣說核四真的有問題 因為他看到核四裡面的結構 所有細節 他幾乎全部講得出來核四的問題 那今年他又來台灣了 因為他知道台灣要公投了 這次他又要參觀核四的時候 各位知道結果嗎 核四就不敢給他參觀了 說他是外國人 他是外國人不能參觀 其實我們政府在這個時候就看出來 假設政府真的要為我們的安全著想的話 他應該請全世界的專家 一起來到核四現場 幫我們看問題 因為他現在要安全檢查 像這個局地陽一這種 直接做過原子爐的奇異公司的工程師 其實是我們最需要來幫我們一起看 看問題的 政府竟然拒絕他再看 因為他很怕他看完之後 講出一大堆缺點以後 對公投不利 那我非常感謝那個局地陽一 願意來我們這邊做一場演講 那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看過一篇那個報道說 局地陽一的那個女兒 有一天跟她爸爸說 爸爸我後來才知道 核能是害到我們日本人這麼多 所以原來你把我養大 你把我養大那個錢 是你當年做核電 蓋核電賺的錢 他忽然覺得很羞恥 那作為一個局地陽一這樣一個爸爸 聽到女兒這樣講的話 當然是覺得 覺得他還好他只做了七年 這項時間全部在反核 那他的女兒也說 他願意跟他爸爸一起全世界去反核 因為反核不是一個哪一國家要反核 是一個全世界的一個潮流 他並不是哪一個國家要反 那我覺得像局地陽一這樣一個人 在2003年來過一次 2006年又來過一次 那今年2013年他又來一次 這次是個非常關鍵的一次 因為就要公投了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他都願意來這邊 那我們自己本地在台灣的所有人 如果還不能夠繼續堅持下去的話 我覺得還蠻對不起一些外國人 來關心我們台灣的這個核電 那所以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今天想到這裡 我就忽然覺得說 我趕快在我的臉書上發說 已經下雨了 現場有震報部隊來了 後來趕快改口說 不是 是中華民國政府知道我們很重要 所以派了這個野戰部隊的坦克車 來保護我們 怕出事情 我知道今天局地陽一會來演講 現場會有暴動 所以我們政府已經派了這個坦克車來保護我們 所以各位今天拍到的照片 可以發到國際上去 會以為說真的真的像天安門事件一樣 以上開玩笑 我不能隨便亂講話 因為上個禮拜我就是 只是電檔的時間講一點 馬英九去被寫頭條新聞 其實我上次明明是來電檔的 真正演講者還沒有來 我是來電檔講笑話的 我只講說馬英九把我氣到快要中風 結果沒想到變頭條新聞 所以以上我沒有講馬英九 我也沒有講正報部隊 謝謝各位 那我們待會就會請到這個局地陽一先生 我非常感謝他 日本飛到台灣來 這麼關心我們的核電 就像上一次有一個 有一個外國人來這邊講說 他認為我們上面寫台灣不要核電 這個字有點錯 不是台灣不要核電 是全世界不要核電 因為它是個全世界的問題 不是我們台灣沒有核電 就沒有事情 所以日本人也很怕我們有核電 其實中國大陸也應該很怕我們有核電 我們也很怕中國大陸有核電 因為它是全世界的事情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教育老師 謝謝